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說老人家 其實也不是老人 有一件事大家都很容易 認老的人經常都說這件事 善忘 即是不記得東西 我有一件事很善忘 我老婆經常提醒我 但也沒有辦法 如果我拿一把架外出 我一定會沒有遮回家 因為我一定會留在哪裏 但其實這件事 跟年紀沒有甚麼關係 是跟我年輕時的經驗有關 經驗是怎樣呢 我還記得當時是1974年左右 香港有個電影會 叫做土魯福電影會 是莫超余教 即是很多有趣的電影 我記得當年的夏天有一天 我去大會堂看 這個土魯福電影會 的一個電影 叫做高達 那看完之後呢 就有莫超余奧 就不收我錢 就叫我幫忙 拿些傳單 去九龍那邊 派 還有擠下 還有擠下一些 天主教大專聯會 我很喜歡做那些事 就拿著那一把 到處走 做了一條嶺 做了一條嶺 那裡 背後面有一個嬸嬸 在那裡 Jacob又說 不好意思 我昨天看電影的時候 留下了一把傘 在大會堂 不知道有沒有人撿到呢 那嬸嬸又說 什麼時候啊 昨天啊 兩點半啊 Duvabian 高達 即是法文 那嬸嬸聽錯了 哪一邊啊 Duvabian 哪一邊啊 不是啊 不是啊 那套戲叫做Duvabian 哦 然後 那個嬸嬸一直在那裡 自己說著 哪一邊啊 哪一邊啊 走到後面找傘 那即是便大大聲地叫進去 是黑色的 那個嬸嬸是啡色的 過了一會兒 那個嬸嬸就拿了一把傘出來 是不是這把啊 只有一把黑色的啊 那我就看一看 那把傘是黑色的 但是那個嬸嬸 你怎麼都不能夠說是啡色的 於是我就很老實地想說 喂 不是啡色的啊 但是Jacob 已經說 是呀是呀 是這把啊 那個嬸嬸再重生一次 都說是啦 只有一把黑色的而已 於是 她就拿了那把傘 接著我就走到門口 我就跟她說 Jacob 這把傘不是你的啊 Jacob 笑笑話地跟我說 是啊 不過我留下了很多把傘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要緊啦 你用啦 那原來我就說 那如果等一會那個 不見了傘 留下傘的人回來拿怎麼辦 Jacob 就很認真地跟我說 他說 如果等一會那個人回來拿 他說黑色的 如果那個嬸嬸找不到呢 如果等一會沒有下雨呢 那個人就不會要第二把傘 如果那個人回來 那個嬸嬸拿把傘出來說 沒有黑色的 要是藍色 要是間條 這樣 如果下雨呢 那個人一定說是 那他就有傘用了 哦 原來有這樣的道理 於是我就很開心地 撐起把傘走出去 然後他就大大聲地跟我說 他說 熊仔記住啊 用完把傘 留下一些有人用的地方 那自從歌詞之後 我就開始呢 同親友遮用完 我就會留下一些 有人有需要的地方 譬如 巴士站啊 茶餐廳啊 戲院啊 就是這樣 那麼 我寫這個故事當時 其實是想起另一件事 我記得六十年代 荷蘭阿姆斯特丹 有一個很有趣的運動 就是 叫做白色單車運動 當時那些 對這個公社生活 仍然有興趣 有理想的年青人 他們就收集了很多單車 將它入到白色 踩啊踩啊踩啊踩 踩到他要去的地方 就這樣扔掉 那裡沒有鎖沒有成 誰需要踩呢 又會拿著那個單車 踩啊踩在其他地方 那我想 跟我們的傘都差不多 那麼到了現在呢 因為年紀大了 見到下雨一定會擔傘 所以呢 年中呢 每一年的夏天都會 都會 不見到很多白色 這個故事當年 好 好 好